你回来吧 妈 不是 苏姐回来没 医院我也去找了 班上的也没有 到底出什么事了 妈 先帮我自己找去吧 后面说 你 您让阿姨说说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他们俩吵架了 阿姨 您别着急啊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苏静吧 他老大惊小怪的 我陪贺民哥去出差 然后晚上他喝多了 我送他回房间 苏静打一电话我接了 他就误会了 我说你这孩子呀 他怀孕了 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呢 他这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 你不能让他受刺激 你说连我都让他三分 这孩子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呢 阿姨 阿姨 你千万别着急啊 要不然我在这儿 陪你等他们回来 让我解释情 你别着急啊 咱们学校食堂弄一下好吃吧 我都快撑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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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亲爱的 我错了 但我是为你好 你这个大肚子呢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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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闹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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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等着啊 我冷了 老婆 你听我 你干什么 你这 我请一吃饭啊 必须的 跟你说我昨天晚上 真的是喝多了 然后卓会那 就把我送到屋里去了 他可能就 不小心 你没告诉我 你和卓会那一起出差吧 我是到了机场才知道 他也去的 我没必要骗你 真的 过一下 跪 跪一下 要干什么呢 反正是咱们母校 跪一跪 老婆 你还真跪啊 老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 我对天发誓 我要真和卓会那 有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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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出门我让车 好 行了行了行了 我相信你了呀 真的 宝宝 你的妈妈相信你爸爸了 你要记住 对了 今儿的产检 你觉着呢 那肯定是挺好的 是不是 真好 你这一路晚上 不接我电话 都快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 赶紧回家 跟你说 我回家是怎么去 我妈要亲自 跟你解释这事 知道吗 我做顿好吃的吧 快快 还几乎我都叫 苏星啊 你真的是误会贺明了 你不相信他 还不相信我吗 只要你们两个的 婚姻还在 我是绝对不允许贺明 在我眼皮子底下 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的 再说了 我也相信 惠娜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的 本来就没什么大事嘛 就是某人自己吓唬自己 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死 好了 好了 不利于团结的话咱们不说 这既然事情都说开了 那就 没什么事了 主要是惠娜和贺明啊 从小他们两个就认识 这惠娜一直拿贺明 当哥哥对待 是吧 是啊 你看 贺明 你是不是也觉得惠娜 像是妹妹一样 当然了 你看看 一家人嘛 既然是这样的话 咱们完全可以 化干戈为玉帛 大家齐乐融融的 多好啊 惠娜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跟你张叔叔 就收你做干女儿 叔叔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没事 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我都呛着了 至于吗你 不是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咱们有个好儿子 又有个好儿媳妇 现在呢 再多个干女儿 多好啊 好 好 好啊 我当然高兴 可是你问问人 惠娜自个儿的意见呢 我们两家本来就很熟 惠娜以后就拿这儿 当自己的家了 常来走动走动 彼此也有个照应嘛 好不好 好啊 反正我看你们一家人 热热闹闹的 我也挺羡慕的 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 想折腾 还没人陪我折腾呢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真把这 当上我们自己家了啊 好 老张 赶紧给红包 这我还没准备 干嘛 干嘛 哥 得嘞 叫嫂子呀 不用 嫂子 是吗 行了 爸 干嘛这么一笑 我跟卓威娜就彻底成为兄妹了 放心了吧 而且我跟你说老婆 来 我可不是那种老婆在家大压肚子 完了男的呢 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男人 你说老婆给男人生孩子 男人再不守身如玉 那这种男人还叫男人呢 对不对 再说了像你这么漂亮 又出色的老婆 我知足了 所以说我谁都不要 我只要你 老公你不能怪我的 我现在是孕妇 孕妇就喜欢多疑 对 所以我以后一定会控制的 不是 你什么都不用控制 你越多疑呢 越说明你在乎 你越在乎我呢 就说明我这个人 还是蛮有美丽的 你这不用了 谁啊 还没睡吧 妈 来 苏静 把这杯牛奶煮燕汪 趁热喝了吧 他们说这样啊 将来生出来的孩子 又漂亮 皮肤又白 我的呢 臭美 你看 你看你妈多偏向你 行了 我去放洗澡水去了 对了 你那脚丫子要几成是不是 讨厌 喝了 喝了 妈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我了 我真的是担心了 我不光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还担心你 我想 你之所以会误会 主要是心里 太想维护自己的小家庭了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 一开始我还担心你出事 没想到你冷静处理了 我知道 这都是因为你对贺明 对这个家有心 我真的很高兴 俗话说 进了一家门呢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一家人更需要沟通 今后你要是对贺明生气的话 你就可以来找我 找他爸爸也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 不必要的不愉快 好了 我看这件事情呢 就让他过去吧 你也别往心里去 今后呢 咱们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 来 还要什么 妈 谢谢 早点休息吧 好 你好 我问一下爱好在吗 谢谢啊 谢谢 爱好啊 你这连两月一个设计都没通过 老板对你意见挺大啊 他对我意见大 他自己怎么不来说 他懒得见你吧 老板说了 你在下个月工作再也没骑着 你就得拎把走人了啊 他真这么说 骗你干吗 下个月干不好拎把走人 走 校园 你不要再拎着呢 你不能再拎着呢 照片都发给人家了 人家对你还挺满意的 我也答应你表辜负了 今天让你去见他 来会儿 你就给人家打个电话 听到没有 行了 爸 我知道了 我这忙着呢 不跟你说了 来来来 你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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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说我是吧 对啊 对啊 来来来 咱们去表甩子 开呀 开就开 又熟了又熟了 来来来 叫我客我客 你倒霉啊呗 揍拾我 来 再来再来 来来来来 来 开 走 白是我呀 照项 白项 我今天运气不好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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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就不认识无聊你了 看我这儿啊 没事 没事 你什么意思啊 干嘛呀你 占便宜啊 干嘛呀 闪开 别以为你喝多了你都放回来 不是你啊 告诉你 你喝多了也不能占便宜 你知道吗啊 这是我女人 行了 行了 我女人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啊 行了 你别管啊 我告诉你这个你别管 闪开 来 报告你啊 行了 行了 咱俩今天没完没了 行了 行了 喝多了不起啊 我看你别又惹事 怎么搞的你 来啊 行 干一下啊 来啊 人家不是故意的 怎么着不你 不好意思啊 我朋友你谁呀你啊 不好意思 你朋友上去啊 行了 你别惹事啊 不是 你别说对不起了吗 你还想怎么弄啊 我什么不故意的啊 我什么不故意的啊 你干嘛呀 不可能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怎么着 行啊 我赔你钱 行不行 赔 有钱有钱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你把钱拿过去 拿过去 快 快 上 你睡醒了啊 给 喝杯温水 谢谢 不客气 你是谁呀 我是萧薇呀 昨晚是你约我去的酒吧呀 你忘了 你就是萧薇呀 我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哪儿 住我家呀 你不会真喝短片了吧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昨晚喝多了 在酒吧跟人打架 问你住哪儿你又不说 我正好把你带我这儿来了 这是你家呀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昨晚为什么喝这么多呀 我现在几点了 我上班来不及了 我得先走了 咱们回头联系啊 我送你去啊 时间是不会停止的 或许每个人 都会有这样的迷惑 时间都流逝到哪儿去了 其实 答案随处可见 在你埋头做报表的时候 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的时候 在对着玻璃化妆的时候 这都是时间流逝的证据 就算一个月的时间 也往往能留下最明显的痕迹 有人的业务扩大到了十个城市 从一个创业者 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 本次展销会呢 我们主打的是亮白机密系列产品 那主要推出的是润氧换白概念 到展会那天呢 我们会把整个现场装扮成海洋的样子 象征的是深海能量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款产品 有的人 则从一个扛起家庭重担的姐姐 成为了一个即将面对未来挑战的母亲 再来看第二款产品 而我 从一个大学毕业生 成为了一个正在学习中的公关助理 所以我们前期的宣传呢 一定要另辟蹊径 为我们的展会做足声势 好了 大家可以翻阅一下手上的资料 时间走得不快不慢 难免叫人怀 她真的能继续风光无限吗 她真的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吗 从调查上来看 现在 而我 真的还需要多多努力 来试验这瞬息万别的一切 谢谢 苏基 快 送她去医院 孩子没事 你太劳累了 要多注意休息 姐姐你开慢点 你车上坐的是孕妇 我哪开特别快了 这孕妇就是麻烦 她没生呢 就一经一炸了 你生了可怎么办 什么早练了 尿床了 毕业了没工作了 你还不操心死 呸呸呸 你孩子才毕业了没工作 说点好的吧你啊 我跟你说 我就是没有你这么好面了 我羡慕你 成天担心自己伤不出来 我连恋爱我都不敢谈 什么呢你 这照你话意思是 有人追你了 谁呀 你猜呀 这让我猜 那这让我认识呀 你快输呀 你急死人了你 就到了 到地儿说 你吃点什么好呢 得好好看一看 别装了 快点老实交代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 看上你了呀 你老公 你的好朋友鲁青 大喘气是吗 是鲁青看上你了 对啊 就是上次在你的婚礼上 见了我一面 一下子就一见钟情了 天天给我发短信 不是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你老公给的呀 我本来还骗他说 我哥哥是我的男朋友 也被您万能的老公给揭穿了 这个王八蛋 那你们见面了吗 当然没有了 小女子只卖一不卖身的 我真的特别想下两个告诉她 我有可能中身不孕的 你说她能接受吗 真的特别烦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懒得去交新朋友了 是因为懒得去交代之前的人生呀 亲爱的 你们还没见面呢好吗 不要想这些不好的事情 对啊 再说了医生不是给你开药了吗 你吃呢 吃了呀 哪能这么快啊 这都怪自己 之前糟蹋身体 现在被身体糟蹋 对了 你不是跟她熟吗 你告诉我 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觉得吧 我觉得她挺好的 你看她 那么高大 看着还结实 医生不如说你怀孕几率比较低吗 毕竟小车强多了 六四 什么呀 我终于 你 你别在这儿给我传达 是而不易的消息 给我这个少女好不好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一般怀孕吗 因为你骨子里就是个色女 你不要脸了你 什么色女啊 我们现在是新时代的女性 最近颤动力飙升了呀 我这是保家护航呢 对对对对 你一张嘴两个人 来 你点菜 别让我看了呀 我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 你才是给我装柔弱 还是你怕你一张嘴 吓着我们的小宝贝啊 不是 我是真的吃不下 我现在就特别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什么水煮肉片啊 什么怪味鸡啊 现在我妈做个面条我都乐意 那不是很简单啊 你让你妈来不就好了 你啊什么啊啊 你刚刚从医院检查回来 所有的事情都要为自己和孩子着想 而且阿姨来多好呀 吃的好住的好 时常这样亲妈好 轻点啊 让你轻点也不能不用力呀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来 老婆啊 我总结了呀 一个好的男人 就得学会加减乘除 一个优秀的小学生也会加减乘除 我说的加减乘除是 顾佳勤俭诚实整除 等等啊 说他诚实 我觉得你没怎么做到啊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呢 我这方面典范啊 是吗 到这儿来 你过来呀 到这儿来他也不可能了 谁让你坐那儿呢 你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告诉我呀 谁让你把余思的电话 给陆清的 他找我要的 他找你要你就给呀 你也不看他俩合不合适 没有 就是上次婚礼 他见到余思以后 死了白脸找我要 我没办法了我就给他了 反正两个人成不成看缘分没 对不对 你不会是怕陆清的 我告诉你啊 余思他现在还没从小春 那个伤痛中走出来呢 如果他要有个三长两岛 我哪里试问 不能 陆清这个人我最了解了 当然了 虽然他这个人嘴甜点 心眼多点 人骚了点 但是 胆比我还小呢 真的 绝对是一个理论高于实践的专家 而且 就因为余思这样 我才觉得他应该 多看看 多选一选 万一有对眼的呢 你说得也有道理 对吧 老公 你腿麻了吗 不 不麻 真的吗 真的 你还是坐在床上吗 我都舍不得你了 能做了 来 你说 老公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不用商量我同意了 你说什么我都同意 还没说呢 好吧 你说 就是前两天我爸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想和我妈过来 照顾我 刚好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反应特别明显 他们来了吧也挺好的 还能给我做做饭什么的 指望你爸已经指望不上了 对吧 而且我妈那个人你也见过呀 脾气也好 生活也比较简单 但不会影响我们的 也不会给大家添麻烦 等我做完月子就让他们回去 你看行不行啊 这还不用问吗 这不好事吗 立马订票 那是不是应该 跟你妈商量商量呀 我那天可听你妈说 希望我妈在我做月子的时候 再来 没事 老婆你放心吧 我跟我妈说行 反正现在咱家里 还空着一个房间呢 一点不麻烦 对不对 你看你老公现在 又诚实又股价 等到时候咱妈来了 我再学会勤俭和长厨 你妈 到哪儿长这么完美的老公啊 我去 老公 你 那宝宝呀 过两天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了 阿咪 你不要又来问我你爹地在哪里 走走走走 我知道我爹地喝酒去了 那个 跟您商量个事呗 说吧 您看啊 苏信现在怀孕的反应越来越大了 我觉得呢 是不是应该把他妈接过来 二十四小时的全程照顾 这样还能细致点 我连星期八都不休息了 他还嫌我伺候的不够好吗 没有啊不是不是不是 干吗 别上 您照顾得非常好 可是他妈一来两班倒 您还能休息休息 还有 主要是妈想女儿了 这心情您得理解吧 对 是他想让他妈来呀 还是他妈想自己来呀 这可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但其实也是一回事 这早了点了 太积极了 离预产期还好几个月呢 您看啊 上次婚礼结束以后 他妈直接就回去了 对不对 在北京都没多玩几天 这样我想 接过来咱们 带他逛逛啊 正好招待招待人家 那他到北京来是玩啊 还是照顾他女儿啊 不是妈您这说的话 怎么说得这么 智慧吧 我知道你心里想说 你妈矫情 不是矫情是智慧 你看没两三句话 给我绕圈子里了 这亲戚之间走动啊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说还有好几个月呢 他妈要是住这儿了 对了 你看 墙上那婚前约定还挂着呢 你们不能这么无视 这个君子协定的存在了 妈 妈 我妈来呢 其实就想帮您分担一点 照顾我什么的 这会儿 我不是特殊时期吗 咱们这个约定 能不能通通了 你再说了 那可是我亲妈 不说喂 那个老爸 现在正跟我妈商量着呢 我妈没说不同意 是吧 而且我妈也是怕你妈累着 是吧 妈 苏静 你别多心啊 我刚才是看到这个协议了 所以顺嘴就这么一提 我没有说不同意你妈了 我是 听见我妈说什么了 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的意思就是 已经同意让你妈来了 赶紧给我岳母 当然打电话点 妈 谢谢你 妈 青出于蓝胜于蓝 把你妈装进去了 你就这么惯着她吧 你看等你岳母大人来之后 把咱们这家飞搅成一团粥不可 这怎么了这是 心情不好啊 我给你练练 老实交代 你可压死我了 快起来 快起来 我扶你起来 我扶你起来 我看 我不是说你 我不是说你 现在的设计师啊 光会设计也不行 还得拉投资 要不然奖金都没有 可难混了 那么大压力干吗呀 我最近挺好的 差不多行了啊 没压力怎么行啊 落肉强食 你懂不懂 要不这样 我们找一个什么欧美进修班 我们去学习学习吧 我也不是没想过 可能都不是好靠谱的 不骗人的 不过我真的想出国留学一下 但是我问过中介了 最起码需要五万 我连一万都没有 当然啦 我也舍不得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丢下我的 行 广红 快点 把那土鸡蛋 跟那大将都给我装好了 我这回呀 陪着我闺女 生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外孙 你快点给我买票去 还有把那装点棒子面 还有小米都待上 瞧你高兴的 买车票就我去 这次去少说话 都干活 别闹得不愉快了 让闺女着急 这次去主要是照顾女儿去了 我知道 她婆婆吧 那嘴也忒厉害 我呢 就少说话多干活呗 来 妈 这个呢是一对银镯子 你也带去 等孩子有了呢 这也算是舅舅的一点心意 买不起金的 就先送一银的 赵静挑的 我觉得还不错 挺好的 这银子也是拿得出手的物件啊 这赵静还没关门呢 就啥事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看也挺会做嫂子的 谢谢你赵静啊 好好照顾你姑娘 家里的活啊 我给儿子全包了 真好 好 回来了 快快快 坐下线快 怎么样 咱爸看了没 有没有表扬我 当然表扬你了呀 爸还在苏静面前 夸你聪明伶俐呢 真好 你说我这一瘸子 能讨到你这样的媳妇 我觉得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你别这么说 你人好 我不在乎你条腿 苏静已经嫁到北京去了 咱们在北京可有亲戚了 等咱俩结完婚 咱也去北京 挣大钱去 去北京 你说咱一没手艺 二没文化 去北京干什么去啊 当然有很多活了 那你看我一收银元 那北京的大城市 有多少超市跟商场啊 你呢去给人开门 咱俩一个月嫁去好几千呢 我们还是先聊我们结婚的事 我想好了 我呢打算下个月啊 就去你家下礼金 然后订个日子 我们的房子也开始装修了 等妈从北京回来 估计也装修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办一个特别大的酒席 把所有的亲戚都请来 不过苏静肯定来不了了 你说生完孩子 肯定哪儿都不能动 他来不来没关系 咱们呀摆个大酒席就行 那肯定的 也真好 赶紧准备准备呀 那还有请好多朋友和亲戚呢 这事我来办 停停停 你干吗 叫我妈呀 我去就行了呀 你也要去车站呢 那儿人那么多 万一挤着碰着的怎么办呢 你现在是孕妇 最主要的是要休息 不能到处乱跑 是什么呀 那是我亲妈 是啊 正是因为她要来 她是干吗来了 看你来了 如果知道我们 让你这个样子到处跑 她是不会怪你的 怪只会怪我们 这两个做父母的 对对对 让贺明去吧 贺明没事你去吧 就是贺明 你去 一个人去 好 听见没有 那也是我亲妈 姐 去了 你说说行不行 整天接电话 看电视辐射耶 没事 我就是看到微信 我没说你 我说她 这段子真 真行你 整天 爸你说 行 有谁发微信呢 不是我看微信 哪呢你的 这个老哥们都精多了 我去看看 你看看这 不是我壮大姨 你认错人了 我咋认错你 你认错人了 不是我壮大姨 你这干吗呀阿姨 干吗呀 你把我的鸡蛋都给我撞碎了 你没个说法你就想跑啊 这可能不是你 我看得真正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拼问理不是我壮大 拼问理不是我壮大 你这拼问杀理呀 这不是我壮大 这不是你壮大姨 这不是你壮大姨 不是我 赫明儿 你来的正好 你看看 这拼问理是不我壮大 赫明儿 你看看 我不是 我冤了 你冤了 你冤了你听我说 我大娘在分析的刀骨弄碎了 你看看 她是故意闯过的 我让她陪她 不陪她想跑 一让你这样 一定是我前面人壮大 我还赶车呢 我得赶紧走 你这不讹人吗 你这不是 我怎么讹你了 你是看见我们相信人老实是不是 我没有吗 这么多人我都 我咋就拼问罪上你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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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故意撞上我的 我不是故意的 行 听我说 听我说 我跟你说 这鸡蛋啊 是 对不对 再说了她有多故意的 她还得赶车呢 我就没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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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故意撞我 你咋还撞人家 你小心点行不行以后 你赶紧赔个 赔李道歉 行 好吧 我跟你说说对不起行了吧 小心点还是下回 行吧 我走了 对对对 这是什么 还有一点 还在那儿 这不是故意撞我的 你说这可惜了的 你说这是 是 坏了 亲妹妹 那是个贼她 她把我钱包给我偷走了 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真不知道这孙子是贼 你知道吗 也怪我了 太大意了 我来的时候把她放上就好了 不是 您钱包里多少钱 一钱多吧 你说你也是 非得让我放她走 你说鸡蛋也碎了 钱也没了 我在这儿还待着 待两个月 你说现在 这钱您先拿 多啥呀 我咋能要你的钱呢 您听我说 你在北京 你知道两个多月 一分钱没有 也不是个事对不对 二一个 这责任确实在我这儿 我咋能要你的钱呢 您拿着吧 我求您了 拿着别跟这儿 我缺钱了 我找苏靖腰 那苏靖钱不是我钱啊 我钱不就是苏靖钱 不就是一样呢 赶紧拿着小兔罗 我走 都好了 别跟这儿待着 这儿贼太多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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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靖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老板 赶紧一下 真是我 好味儿 亲家母亲家母 真好啊 您好 您好 一路上辛苦了 赶紧来 来坐这儿喝水吧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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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妈 我 来 喝点水 麻烦你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快点的 让我看看 你看 字收了 没瘦 你看 不是 补着呢 天天补得好着呢 对 你看我现在都胖了 我说亲家母 这做父母的呀 看孩子怎么看都是瘦 就像我看我儿子似的 总觉得又桥岁又瘦 实际上养得好着呢 是 我们呀天天都给他进补 他就属于那种皮薄馅大的 对对对对 我就喜欢薄皮大馅的 脚菜馅的 俗秦 俗秦呢 他咋没来呀 我这不是休息了吗 他帮我工作呢 我还想呢 我一来就见到他了 马上手他能挂呀 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 你现在就打吧 这妈想见呢 好 妈 你到了 我这工作太忙 不然肯定去接你了 晚上啊 晚上姑姐也够呛 我现在要去见客户 姑姐得忙到半夜了 那我明天 明天正好周末我去看你啊 妈 那你早点休息啊 明天见 没事吧 好 那咱们进去吧 嗯 其实你不用紧张 那个林总你不是见过吗 可能一会儿还有几个 其他公司的老板 都是熟人啊 别紧张 走 好球 小雷 你得球技见长啊 会打吗 不会 刚毕业吧 嗯 像你这样的女孩啊 真是应该在公司做个前台 或者文员之类的 公官 你不适合 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会赶紧学会的 看得出来 你还是一个很青春的女孩啊 太善良了 你知道做公官 需要的什么吗 公官需要的是城府和心计 这也是一种修行啊 别说几天的功夫 就是几年的功夫 不过呢 我 咱们今天就先上第一课 玩去干去 不学了吧 走吧 来来来来 走走走 不会 没关系 很紧张 走走走走 来 这都该搭了 来 来 李总 早该你了 好 来 好 走走走走 来 站不住了 别别别 我教你爬什么 往我这儿这儿 这儿这儿 冲着这边 好 对 来 刘总 喝水 好 我这儿小鱼啊 光彩师弟那个案子 进展如何 现在有点问题啊 她那个 她非得要让我租一个大棚 但是你说现在这么天这么热 那大棚里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到时候客人进去之后怎么办 你搞一些冷餐的话 你都过一会儿都坏了就不行了 是这样啊 打 打 这天还是这么闷热啊 慢点 这小雷的球技可见长啊 跟您林总比还是有察觉 哪里啊 我们两个呀 是旗鼓相当啊 您请 苏勤啊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公关的计划和案例 要不跟我回去一趟 我呢 挨个儿讲给你听